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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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桌球大約在十幾年之前 為什麼打桌球最主要的這個運動 曾經在本雜次講過 是一個世界十大難過運動之一 他除了講求技術之外 還要講求比賽的心理 還要考驗腦筋 我們一定要不斷思考 才能打得好這個桌球運動 十幾年前 工作開始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就直接找一個教練去教我打桌球 然後我也考到亞洲教練排跳 所以我就沿著這個方向去教一些小朋友 或者一些專業團體去參與這個運動 過去曾經我在公司也搞過一些桌球的比賽 也都叫大家公司的同事去參與 令到他們可以參與一下這個運動之餘 也都可以領會一下這個運動裡面的樂趣 我覺得在參與比賽裡面最主要是講比賽的心理很重要 在關鍵的時刻裡面如果太緊張 包括了陣上線飆升 就會心跳加快 手震動和肌肉拉緊都會令到我們打桌球 所以我們在情緒方面的控制是非常之重要 在桌球比賽裡面 每一球球都要用心盡力去處理好 對於我的幫助 我相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這是一個很好的體會 我就希望廣大的市民可以更加接觸到這個運動 譬如有些賽事可以在香港的電視或者媒體裡面 多一些直接去轉過 更加希望多一些青年人去參與這個運動的時候 對於其實這個運動的將來的發展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已經打了11年桌球 未懂桌球 其實一開始都是因為爸爸打球的關係 所以他從我小時候開始 他都會帶我去球樓看桌球 他也會在電視播放桌球給我看 年紀開始慢慢大的時候 我就叫爸爸帶我去球樓打球 之後開始培養到我興趣出來之後 就一直這樣打下去 我覺得是他打球的一種 即是球撞球的一種聲音 會令到我覺得很有成功感 很有趣 還有我試過參與其他的運動 都沒有那麼吸引到我 其實從小到大開始 我已經是很享受這個運動 我的夢想也是想成為一個職業球員 甚至是成為世界公軍 去到讀書的時候 當時我是兼職讀書和全職打球的 又要兼顧兩樣東西 怎樣可以同時間去發展 亦都可以發展得很好呢 所以中間是有點困難 但是讀完書之後 現在讀大學就沒有那麼忙 變了一些時間 所以現在就將更多的時間投放在桌球上面 就希望未來年職業可以打得好一點 自從接觸了桌球之後 我一直都會出去不同的地方打比賽 從而又會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同地方的文化 還有打球的心理 會令到我整個成長過程豐富了很多 而且會令我學多很多人生的道理 所以接觸完桌球之後 我處理人生的東西都覺得是成熟了 而且會考慮得多一點 其實我最難忘的桌球經驗就是 上年在世界美式桌球青年金標賽 獲得冠軍 那場決賽也是我人生最緊張的一場比賽 因為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特復 那比賽為什麼這麼緊張 但是因為我前段發揮得非常好 就一直把賽果拉開到十比四 但是途中就太緊張 令到自己犯了很多不應該犯的錯 就令賽果追回十比十 這樣到十一局就贏了 所以我自己就叫了一個暫停 令自己出去冷靜一下回來 這樣處理最後這一場球 但是最後就很順利地贏到這場比賽 也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突破 其實我希望自己桌球的技術 更上一層樓 就是在職業的賽事裡面 職業的組別裡面 可以去到一些更加高的層次 譬如是 可能是 Top16 甚至Top8 那當然 希望可以獲得世界五分 這個就是我對桌球的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在面對人生的熱境的時候 都要堅持 不要放棄 就好像打桌球一樣 即使你的分數幾落後 落後幾多分都好 只要你肯去努力 處理每一隻球的時候 你都還有機會追回來 贏一場比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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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